荣毅愣在当场 狭长的丹凤眼中 第一次流露出些许说不上来的情绪 若是宋时锦离开了荣教 他又能去哪 宋时锦最近觉得危机感爆棚了 其实本来没什么的 可如今荣毅对他的忽然关注 令他整个人寒毛直竖 警惕心立刻上升 没错 荣毅说得对 他虽然得表现出对这个家庭负责的态度 可不能做得过度 让人误会就不好了 荣毅万一误会了他喜欢他 那他不但更为丢脸 也会被荣毅给瞧不起 唉 看来我以后做事情 还是要注意分寸 得更独立一些 更不能依赖了荣毅 宋时锦本来就对荣毅有着很大的戒心 现在这种情况 他的戒心没有消失 反而更加严重了几分 宋时锦整理着自己抄写的书 荣爵忽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娘我能在你的房间里看书吗 而后没等到宋时锦说同意不同意的 荣爵便直接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家里太穷了 而且我的书桌比较小 王奥轩在那里看书写字 我就没地方了 这小子 宋时锦看了他一眼 笑了笑 哼 行了 别跟娘玩心仰了 你毕竟是个孩子 在大人面前玩那么多心仰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反而会让人笑话的 啊 荣爵迈开了小腿 走到宋时锦的身边 他上了小板凳 坐在一旁 宋时锦没听到这小子说话 一时好奇地转身看向了他 觉得有点古怪 怎么了 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娘 我在想 如果以后你走了 我的红烧肉不能吃了 怎么办 荣爵抬起眼睛 漂亮的眸子里 闪烁着令人心疼的光 娘 你之前就想着不要我跟爹了吧 我知道我跟爹都没本事 还要靠年花银子养着 娘不喜欢我们是正常的 爹还说过你在镇子上出生的 有个园外老爷的爹爹 日子要比我们这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强太多了 说着说着 荣爵的内心多了几分的酸涩 所以 娘 你能不能在走之前 教我和爹做饭 宋时锦一时语色 这对父子俩 有些令他头疼和招架不住 荣爵还长得极像荣意 那张帅气好看的不得了的脸庞 这回露出可怜兮兮的 要被抛弃了的模样 这让宋时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想学着做 这当然是好事了 我会尝试着叫一叫的 保证你们一定会学会的 现在起 你要好好读书 只要读得像你爹一样厉害 以后娘走了 也能放心 荣爵重重的点点头 他很想开口说什么的 最终却还是什么都没说 心底稍稍有些黯然 那娘 我先回房间去了 我去跟王奥轩一道背书去 荣爵很快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王奥轩正在读书 看到了他从门外进来 王奥轩抬了下眼皮 荣爵走到王奥轩的跟隙 奥轩 你喜欢你娘吗 王奥轩低垂着眉眼 看了眼书上 荣爵写的乱七八糟的字 而后淡淡着回道 不喜欢 我以前也不喜欢我娘的 王奥轩轻哼了一声 许多人说你娘这不好那不好的 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她 荣爵点点头 其实之前没有人喜欢我娘的 主要是以前我娘也不像现在这样 她以前都不说话 也不与村民聊天 所以我想撵我娘走 可现在她真的要走了 我这心里头总觉得怪怪的 你不想你娘走 就要想办法拦住她 荣爵皱起了眉头 我也不是说不想让我娘走 她走是可以了 但是她走了 我就吃不到好吃的了 王奥轩瞅了这个憨憨一眼 心底呵呵 原本以为荣爵是个精明的 现在发现精明个毛线呢 本质就是个憨憨 而且还是个吃货 你如果想要吃好吃的 我带你去吃 王奥轩的语气 不自觉中带上了几分得意 这十里八乡镇子上好吃的糕点 我只要想要 就会有人送来 不了 我只想吃我娘做的 她的手艺好 荣爵摇了摇头 忽而 荣爵的脸色严肃了 我这样是不是个坏孩子 王奥轩看了她一眼 不坏吧 怎么可能不坏 我都对我娘亲那么不友好 还要撵她走 如今又因为她会做点吃的 我就又想着让她留下来 我太坏了 可是你的想法是你的想法 自私不自私的 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若是你娘她愿意宠着你 惯着你 便是她自己心甘情愿 称不上坏 便是她这样子 知道荣爵那小子随口说的 要让自己保护她的话 可能只是句戏言 可当不当真的是自己 王奥轩虽然小 却很明白 哦 你看起来似乎懂得很多啊 年纪不大 心思不小 你这么多年读书 都学了这些精明 王奥轩一脸无语 怪不得你念书没我好 原来心思全都长歪了 现在我们一起背书吧 背会了我才好 跟我爹讲个价钱 然后让我爹去找我娘 学习做红烧肉 呵呵 说得好像你的心思 没长歪一样 你压得 懂得也不少 两个孩子各怀鬼胎 默默各自站了一边的位置 开始背书 别说 这样的效果还真好 大概是有了点竞争的意识 两个人攀比着 谁会背得更快 便会集中注意力去记忆 时间利用率极高 不多时 两个人都将手头上的长尸 给背会了 当然 接下来还有其他要背的 他们并又仔细开始抄写莫读 王奥轩只在荣家住了七天 王家的人终于来接他了 宋世锦都觉得这王家的人做事 简直比他的心都要大 也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想的 居然把自己的儿子放在自己家 还是那么撵过来的 身后也没有人担心一下 王村长是亲自来接的 而且还带了许多的礼 宋世锦瞅了一眼 那一袋袋的米和面 还有那一头大肥猪 顿时眉开眼笑 他拉住了王奥轩的手 一脸的欣慰 以后可要常来玩啊 只有每次你这么来了 家里头的生活费才能攒得住啊 容易的眉毛抽了抽 锦娘对于钱的爱好 还是一如既往 想一想他之前的理论 他倒也极其认可 觉得自己以后也不能花钱大手大脚 应该学着 与锦娘一般攒钱 王奥轩看了眼宋世锦 而后点点头 容爵对于王奥轩倒是相当的满意 毕竟 这人在自己家住着 他背诵书就快多了 也得了爹的几次夸奖 关键重要的是 王奥轩吃得少 走的时候 家里头还能送来这么多礼 王奥轩离开之后 容易就开始收拾收拾 准备行李了 宋世锦的头都要大了 难得这一次 他居然主动地去找了容易 我能不能不跟着一起回去啊 记忆里 之前的容易好像每次过年都消失 说是要回去看望父母 可是却从没打算 要带着他一起去啊 这回这么做 那又是什么道理呢 容易点点头 说是锦娘实在不愿意 那便算了 只是我行李众多 倒是要借一下牛二的牛车一用了 而且路途遥远 带着熔爵的话 那就更慢 没有十天半个月 是不可能到家的 需要用到牛车吗 自然 路上比较远 赶路 每次熔爵都要夜宿在外 不如有辆牛车了 还好可以休息 容易的父母家 居然离这里这么远 事实上 这也算近了 毕竟牛车日夜赶路 只需三日 若是夜间不赶路 五天则到 算起来 路途虽然奔波 却相比有些人家 这也算是近距离的一些了 居然这么远 宋石锦若是为了自己 那肯定是能不去就不去的 可他一想到熔爵要跟着去 他这心底啊 就不免多了几分担心 熔爵只是个孩子 容易一路上带着他 又要赶车看路的 根本是顾忌不了他的 熔爵虽然懂事 可难免会有意外 想到这里 宋石锦立刻就放下了之前的念头了 不过就是去见一见荣誉的父母罢了 也不是什么断头的事情 他还真的就没有必要这么担心 搞得他自己多害怕一样 我跟你们一起走 你等着我去收拾一下 宋石锦丢下一句话 就回去准备了 熔爵立起了身子 这回看着宋石锦跑开的身影 他的眼底多了几分柔和 宋石锦收拾东西很快 这当然是他平日里 喜欢独自旅行出门有关系 我说说好了 熔爵惊讶地看着 这么快就收拾完的宋石锦 我去找牛二嫂 说借一下他家的牛车一用 我看你还需要整理东西 你先慢慢整吧 没等熔爵说什么 此时的宋石锦就已经迈开了步子 出了门 容易垂下眼皮 清俊的容颜多了几分的淡漠的笑意 他这是 知道他不擅长与人交际说话 尽量主动地去接下借车的事情吧 锦娘细心到这种地步 这样的人 还好 不是敌人 宋石锦去找牛二嫂借牛车 只是稍稍一提就给借了 宋石锦要将所有的情况都得说明清楚 这样对方才能真正的放宽心 放心 说是半路上这车出了什么问题 我一定照驾陪你 这个是定金 你说好了 没事 尽管用 我就喜欢弟妹这种性格 不过呀 这一次还是你第一次去见公婆 可得小心一些 婆婆跟媳妇之间 那可是天敌 你又是之前未婚先孕的 小心一些 别让你婆婆抓着这些 然后拿捏你 宋石锦抿了抿嘴 嗯 谢谢二嫂 你说的 我会记住的 牛二嫂说的 都是对她的好 她自然会放在心上 给牛大递了点自己做的小吃 宋石锦这才回去 锦娘 若是麻烦或者为难的话 你可以不必如此的 容易在吃早饭的时候 看向了宋石锦 宋石锦张了张嘴 正要说不麻烦 容易则又开了口 锦娘不是说 要与我早晚之间断绝夫妻情义 成为目录之人 既然如此 这些事情便与你无关的 宋石锦有些无语 感情这男人是在拿着他的话来赌他的 居然这么不要脸哦 可容爵是我的儿子 我与他之间有血脉相成的感情 如何只能让他一人这般生活啊 我总得安心一些 不 容爵虽然是你的儿子 可你既然决定要合理 又不打算带走他 如今 对这孩子最好的方式 应该是让他尽快地学会成长 让他习惯没娘的日子 容易轻飘飘的一句话 令宋石锦哑口无言 按道理 是这样讲的 宋石锦听着这话 别说 那心底还真是有些小小的憋屈的 容易极其注重礼仪地拿起了手中的筷子 打算加眼前的油炸花生米吃 宋石锦忽而伸手 将盘子往自己旁边一端 吃什么吃 不是说和我住进要合理吗 要让我儿子习惯没娘吗 那你也得习惯 没媳妇做饭的日子 哼 说着宋石锦冷哼了一声 而后站了起来 将桌子上的盘子都给撤了个干净 容易举着空了的筷子 一时无语 一阵风吹过来 莫名感觉凉凉 最后 自然还是三个人一同出发的 容易想要拿话堵着宋石锦 最后的结果却是很惨 以后 容易觉得不管怎么样 他都尽量不要惹到宋石锦生气 这女人生起气来 他连饭都不能吃 真是可怕呀 容易赶着牛车出发 宋石锦在牛车上抱着容爵坐着 因为知道是要在路上行进很远的 宋石锦这么个爱享受的 怎么也不可能为难了自己 所幸 他提前就将家里头的褥子 给带了个出来 而后将褥子铺好了 又放了个小桌子 容爵看了很奇怪 娘 你为什么要放个小桌子在这上面 等路上用着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当然 宋石锦也不能忘记 给赶车的荣毅 也备上个坐垫 让他也能舒服一些 荣毅坐了上去 当牛车开始行进的时候 他第一次感到舒适 平日里这个时间点 他只是一个人来去 不会有人关心他的饮食如何 他能不能睡好 能不能吃暖 宋石锦真是一个神奇的人 娘 这样躺着好软啊 我能在这上面睡觉了呢 如果绝儿困了 自然可以睡 我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困呢 宋石锦从一旁的包袱里 拿出了自己准备 给荣爵打发一路上无聊时间的东西 这是 数学题啊 加减乘除 上一次我简单的教过你的 之后 我就专门做了个习题集 这会儿刚好可以让你用一用 一路上可以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 荣爵眨了眨眼 我们还有别的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做吗 他看着数学题本子上那密密麻麻的符号 有点头蒙 本来不困得自己 这会儿突然就困了 宋石锦笑了笑 有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十字的本子 然后教你一些拼音音调的学习 用来学习官话 省得你长大了一口的香音 到时候被其他同僚给嘲讽了 荣爵无语了 娘 你就这么爱读书学习吗 说不上喜欢 可也谈不上不喜欢吧 有些倒是很感兴趣 就比如历史 地理 还有世词歌赋 还是挺喜欢的 这个我也喜欢 荣爵得意地扬起了 荣爵得意地扬起了脸 而后忽而小脸一垮 抑郁着道 可是这算学 我更多的时候还是不喜欢 学这个好累 我与你一样的 可是事情既然开始了 就要坚持下去 有些事情无所谓喜欢不喜欢 只要对他负责 就算再喜欢的事情 一直长期地持续做就会很累 可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 而要学会适当地休息 并且对他始终保持一定的热忱 我们学知识 是为了让自己知道的多一些 不会被人给笑话 荣爵皱起了眉头 可是爹一样努力地在读书 他天天在读 可也没什么用啊 不一样看不住媳妇啊 您都要和离 不要爹了呢 前面感受得容易 一时雨色 宋世锦倾笑出声 你爹的确没用 因为他没把这本算学 放在眼里啊 要是早学习了 就不会没用了 原来是这样啊 这本是学有这么大的用处 那是自然 如果你的算学不好 那你就不能帮娘看账本算钱了 那每日我们吃的喝的用的 到底花了多少 又到底能节省多少开支 你就不知道了呀 荣爵点点头 说的是 那我现在就开始练习作题 一开始的荣爵 还有点不大明白 为什么自己要学这么枯燥无味的东西 可如今听了宋世锦的话 他懂了 荣爵将算学本放在自己的手中 而后看向了宋世锦的方向 目光中带着几分坚定 娘 我本来就在家里头 除了吃河睡之外 没有什么用 既然读书能有用 长大了可以帮娘分担 那我就好好读 而后 他的眉毛微挑 看向了自己赶车的爹 在心底叹了口气 唉 爹就是因为这么没用 啥也不会干 才会被娘给嫌弃了 旁人家的爹 那不是有钱 就是有官的 他爹只是个秀才书生 村里人不仅仅说过娘没用 还提过爹没用这件事呢 所以 这以后娘能不能回心转意 这还是要看看他自己的 荣爵莫名地觉得压力山大 荣爵在一旁开始做题 宋石锦便随便翻起了书看 这书是从荣誉的书架上翻出来的 比较厚 虽然有点沉 好在宋石锦带的东西不算多 又有牛车拉着 他多带一本书也无妨 这是一本简单地讲述苗疆风情的地理意志 宋石锦要了解这个时代 自然要多学点相关的知识 而这样的书对于他的提升 应该是最快的 书很新 页纸上任何多余的墨迹都没有 可旁边会有极其干净漂亮的小字注解 字体是容易的 极为好看 宋石锦自己写的字 已经算是很好看了 可是跟容易比起来还是差了些的 同样的练笔 各有各的风格 容易的说不上来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只是觉得一笔一画都过于完美 这字形应该是最好看的那种类型 运在 行在 意也在 可却没有心 容易隐藏了自己随性的字体 这人若是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便能装得极像 一路上比较无聊 容易也不说话 熔爵坐了会儿提就扛不住 直接躺下就睡了 宋石锦也被这样折腾得有点昏沉 二话不说 也很快就躺着睡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牛车停了下来 阳光之下 俊美的少年目光清冷 容易有些口渴 本来要转身 让宋石锦帮他递水囊的 可一扭头看过去 锦娘与容爵 已经靠在一起睡着了 他索性将牛车停下 自己喝水 站在车的旁边 少年依旧很有礼仪姿态的 仰头喝水 喝完 他微微低头 看下了牛车板上 睡着的母子二人 尤其是锦娘 容易不是第一次看到 宋石锦的睡颜 可这是第一次觉得 他睡得很甜 这一幕母鱼子躺在牛车里睡觉的场面 莫名的温馨 他离他很近 第一次这么近 宋石锦的身上很香 是一种说不上来的香味 闻到了便令人心旷神疑 说不上来的感觉 只想默默地再多闻几下 容易却不敢再闻 怕吵醒了宋石锦 他只能屏住呼吸 可这样 他便有些许的紧张了 只是 就算紧张 他胆子也很大 趁着这个机会 继续观察着这个 最心让他看不透的女子 锦娘并不丑 甚至于可以说是极其好看的 她的身上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气质 那种甜淡 独立 自信等等的品质融为一体 最终所形成的气质 让他在减了很多重量之后 显得好看了许多 容易轻轻闭上了眼 缓缓起身 而后又睁开 眼睛最后落在锦娘微润的红唇上 嗓子忽然有些干 他又喝了一大口水 然后到了牛车前面 又重新做好 拍了拍牛之后 牛车便又继续往前行走了起来 宋师醒睡了一觉之后 再睁开眼睛 天便微微黑了下来 娘 我饿了 那我们升个火堆 就原地休息 给我们容爵做饭 顺便上我搭个帐篷先 帐篷 容爵眨了眨眼 容易也不由地看向了宋师醒 行军作战的那种帐篷 锦娘会搭帐篷 应该 不可能吧 先去照着我这个图纸上画的格式 砍几棵细数就行 宋师醒将图纸递给了容易 容易只是瞧了一眼 只是略微思索 便知道了砍这些木头之后 是要做什么了 他直接道 我很快的 锦娘不必忙活这个 这些让我来打 宋师醒听了荣誉这么说 他点点头 那我先捡树枝生活 一晚上都没啥事干的 宋师醒带了火车子 正好此时也可以用上 荣誉去砍小树了 荣爵则帮着宋师醒 捡些干树枝和枯草 三人分工 做事的效率别说 还真的挺高 不多时 荣爵跟宋师醒便已经将火给点了起来 而荣誉也抱着粗短不一的树枝回来了 宋师醒挑了挑眉 这荣誉 他之前以为这男人只会死读书 这伙才发现 其实他也不仅仅是读书好 这干起活来也不差劲 可能这毕竟是他的时代 他做起这些事情来 会比一般的人要顺得多吧 锦娘 就是照着这些一步步的安装吗 嗯 我图纸上画的你应该能看懂吧 嗯 虽然简单 可是该有的步骤并不少 照着来做应该没问题 锦娘大才 撑不上吧 毕竟咱们那些朝廷的军队不也要搭这个的吗 而且这个帐篷是来自西方的游牧民族 他们适合随着草木水多的地方移动迁徙 所以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发明的应该 我只是借来用用 只不过是不想自己一路上的日子 我得无聊痛苦罢了 可是能将这一方式用于个人生活 有如此强悍的学习能力的 只有锦娘 他的谋色闪耀 目光中透露出毫不隐藏的欣赏 宋世锦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被这么一个大帅哥直勾勾地盯着 还这么诚恳地夸奖 是谁都要脸红那么一下 况且 这种被荣毅很赞美的事情 关键对于他自己而言 真的不是多重要的事情 小哥哥呀 你这只是吃了没去过二十一世纪的亏呀 见识太少了 若是稍稍有点见识 哪能被这种情况给忽悠了呢 荣毅看了宋世锦一眼 而后淡然着诱导 锦娘背后的大儒 定然是个厉害的人物 能发现锦娘如此的能力 还能教导出锦娘这般灵秀的女子 宋世锦有一些无语 那个大儒 是你岳父的爸爸 轻咳了一声 宋世锦很快将自己的目光移了开 他发现自己跟荣毅实在是聊不下去天 荣毅倒也不再追问着 很快到一旁 照着图纸搭建了起来 不到一刻钟 帐篷就搭好了 宋世锦便又将牛车上铺着的褥子 放入了帐篷 将包袱放着当枕头 容易挑了挑眉 他那明明不过一个被子一般大的包裹 绑得紧紧的 外表那么不起眼 谁知道 里头这么有乾坤 吃的 喝的 睡的 休闲的 宋世锦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整理到这种地步啊 真可以说是不是人了 娘 我们这会儿吃什么啊 容绝期待地看着宋世锦 这一天都没怎么吃好东西 这会儿他自然要想着从他娘这儿整点惊喜了 烤地瓜 啊 地瓜熟了 太香了吧 容绝迫不及待地啃了一口 而后眼睛直接亮了起来 这种在漆黑的深夜中 又赶了一段时间的路途 劳累之后所吃到的食物 仿佛自带了舌头过滤器一般 香得不得了 容易地目光微微地闪烁 这一刻 只觉得从来都没有过的满足 三个人吃饱喝足后 一时还不能躺下休息 宋世锦毫无形象地 直接躺到草地上 睁开眼睛看向了天空 啊 这天上的星星 真密啊 他那个世界 晚上因为城市的污染 已经看不清了星星的亮度 就算是可以看到满天的繁星 人也很难有那个空险 快节奏的生活 密集的工作 九九六的日程 将一个人压垮 没有时间恋爱 没有时间与家人相处 没有时间旅行 没有时间感受大自然 所以 创越到这个世界来 最美好的 大概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了 可以有时间感受生活 感受此时的黑夜 感受天上闪烁的星光 啊 真好啊 荣亦在一旁微微地抬眸 眼睛看向了躺在草地上的宋世锦 荣爵注意到这一幕 忽然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的道 爹 你总在看娘 荣亦一正 身子微微一僵 还好吧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不想让娘走了 你想通了 如今已经不想让你娘离开了 是啊 有娘在 我有漂亮的衣服穿 我有好吃的饭菜可以吃 出门了也有热水喝 有人温柔地对我说话 还能将我抱着 荣亦皱起了眉头 爹没抱你吗 是搂在怀里来回哄着晃着的那种 荣亦想了想那个画面 画面太美 她不敢继续想了 她挑了挑眉 可你娘也没这么对你啊 但是我能想象啊 你赢了 所以算来算去 有娘了 我的日子会变好 也不是那种变差的 我其实还是应该得到 旁边小朋友本就有的 说得好有道理啊 荣爵这浑小子的脑子 也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总之就是能耐大了去了 爹 你真的不想娘留下来 荣爵认真地问道 荣亦还没有回答 荣爵的话就又到了 爹 你想想红烧肉 你再想想小酥肉 实在不行 你想想你睡的炕 我他妈有种想把荣爵 这个混账小子的嘴给缝上 生个儿子跟个仇人差不多 最终 荣爵也没有得到荣亦的回答 这令他整个人心底七上八下的 不过依旧影响不了他的睡眠 待他睡着之后 荣亦将这孩子抱回了帐篷里睡觉 荣亦走了出来 看向了已经做起来的宋师姐 宋师姐这会儿 已经将东西给收拾得差不多了 还将篝火旁边 围了一圈又一圈的石头 为了避免一不小心 这晚上的话火势蔓延造成成片的山火 锦娘 该进帐篷里睡了 剩下的没有做完 我来 宋师姐拍了拍手 点点头 他自然不会跟荣亦客气的 他可是要睡帐篷的 宋师姐钻入了帐篷之后 走到荣爵的右边 才躺好 荣亦也走了进来 而后直接挨着荣爵的左边 躺了下来 你也睡帐篷啊 锦娘的帐篷制作得很好 睡起来应该很舒服 宋师姐有些尴尬 可是 你不觉得有点挤吗 我自己坐的帐篷 本来就只够我跟荣爵一道睡的 再多你这么个大块 我翻身超级不自在的好吗 当然 倒也不是说翻不了的那种挤 可 就是挤 宋师姐挑了挑眉 看向了荣亦 一副不怎么服输的样子 荣亦唯委委屈屈地看着宋师姐 而后道 我觉得不挤啊 宋师姐语色了 怎么整得她跟欺负了荣亦一样 宋师姐默默地看了看荣亦 你不能出去睡啊 荣亦抱住了小荣爵 衣服碾都碾不走的模样 我不能 而后荣亦低沉下了声音 用着一种说不出的轻柔语气 缓缓着道 外面会冷 而且有风 我会得风寒的 哪泥 哼 够男人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就是这么回家的吗 以前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 现在碰到我了 就不行了吗 宋师姐眯着眼睛 从内心深处来讲 他可是一点都不会认为 荣亦这会是真的就害怕在外面有风什么的 就是在作或者故意的 本来想张口 要让荣亦这会出去睡的 可后来转念想了想 宋师姐决定 还是暂时先忍忍 毕竟 这帐篷人家搭的时候付出了不少劳力 又是砍树枝 又是帮忙搭建的 那好吧 一人一半使用权 这样公平 宋师姐说完这话 便转了个身 脸朝着一旁的帐篷睡去了 给了荣亦和荣爵父子一个后背 黑暗中 一些细碎的声音传来 宋师姐没动 他也不敢动 这帐篷并不大 他若是动静太大了 荣亦肯定是可以感受到的 如果他在一旁看到了 宋师姐自然是感觉到很不方便的 本来还在正常的睡觉 这回因为宋师姐的精神过于紧张 他反而无法入睡了 况且 他白天也睡过了的 这回一躺下 他的浑身就仿佛有着数十只蚂蚁在爬着 怎么躺都难受 忍不住 宋师姐就这样翻了个身 而后 他又继续翻了回去 翻来覆去的几次 他居然还是睡不着 失眠了 宋师姐无语 算了 与其这样睡不着 在这帐篷里粘着 还不如出去运动一会儿 做回于家的拉伸动作 然后再睡 你还不睡啊 容易看了他一眼 你还不睡 你也睡不着 嗯 你他妈睡在我旁边 我能睡得着吗 你在做什么 睡不着 运动一下 会好一些 出了点汗累了之后 就容易睡着了 容易点点头 嗯 那我们一起运动 宋师姐一头雾水 要怎么一起运动啊 他有点傻眼的问道 内心想要表达的是 或者分开 各自做各自的运动 容易看了他一眼 想了吓到 锦娘不是有教我算学吗 我教锦娘打太极拳吧 我觉得锦娘打太极 应该会很好看 我觉得 我们还是彼此各自运动 然后早点休息比较好 太急什么的 还是算了吧 宋师姐感觉自己蹲个马步 眼随手动 一想到那个画面 他就有些不忍直视 容易看了他一眼 活儿上前道 这一段日子 总是麻烦锦娘 我会有些不怎么好意思了 希望锦娘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不需要的 可是 我真的很想为锦娘做点事 不 你不想 宋师姐这内心的咆哮的吐槽小兽 还来不及将口中的拒绝给说出来 这边的荣毅就上前来拉住了他的手 来 锦娘 打太极很简单的 宋师姐无语 他浑身一个哆嗦 一把推开了荣毅 连忙往后推了几步 荣毅的脸色微微一变 谋色微寒 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 宋师姐推开了他 与他保持距离了 宋师姐轻咳了一声 自己也感觉把人家的好意给推开 有那么点不太好意思 他连忙解释 荣毅 我 我自己来就好 而且你说的太极 是太极剑 还是太极拳呢 荣毅的眉毛抽了抽 忽而有种不大好的感觉 宋师姐站定 深吸了一口气 做了个太极拳的启示 我拒绝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只是因为 我自己就会打太极啊 宋师姐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顺着自己脑子里的记忆 将自己所学的太极拳 给演练出来 荣毅顿时语色 还有什么是宋师姐不会的吗 会造房子 会做饭 会念书 会写字 连太极拳都会 荣毅的脸色 如今没有好看 只有更黑 宋师姐打了几下 就收了试 他觉得自己若是继续下去 这荣毅估计自尊心就更受不了了 这少年大概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待遇 宋师姐觉得 还是不要打击他了 锦娘 果然厉害 荣毅最终将挫败的心情给收了手 而后抬起眼睛 可怜巴巴的看向了宋师姐 不如 锦娘你来敲敲我吧 就叫你刚刚练的那段 什么 你确定你要学瑜伽动作 你一个大男人 长相超级俊美好看 身材一流的男人 你要学瑜伽 宋师姐研究了下措辞 我觉得你学这个运动会比较不大好 可是我想学 荣毅定定着道 你确定 宋师姐觉得 自己这会儿好像怎么劝说这个少年 他大概都不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他也只好放弃自己劝说他的念头 确定 荣毅重重的点点头 那好吧 宋师姐放弃了抵抗 宋师姐决定 先教荣毅平衡于家的方式 先做刚刚我做的那个下犬式吧 下犬式 对啊 就像狗狗前腿伸出 做拉伸的那种姿势 忽然就有点 不怎么想学了 自己选的路 跪着也得走完 荣毅在接下来的半个时辰 终于体会到了 荣毅 来做这个动作 然后双腿一分 一个漂亮的横插 一字马落下 荣毅满头冷汗 我怎么 腿快断了 刚刚腿颤颤悠的站起 宋师姐又轻松的一个下腰 救命 腰蛇 宋师姐之前其实有发现 园主虽然是个胖子 可肢体该有的柔韧度 他全都有 横插 竖插 下腰 各种一字马 园主的这身体牛啊 最后 荣毅冷着脸道 我已经困了 忽然之间想睡觉 宋师姐瞅着他黑了大半的脸 微笑着道 好啊 你先去睡吧 容易两腿发软 扶着腰 慢慢地回了帐篷 啊 折腾不起啊 宋师姐不仅仅是个灵活的胖子 有力量的胖子 还是个 手软的胖子 接下来 一家三口就正常地赶路 晚上依旧有夜宿 不过大概三个人都很累了 也就没有像第一天那样 来回地折腾了 早早地就睡了过去 终于在第五天的时候 到了思云城 三个人满身尘土 风尘仆仆 容易正要赶车进城 却被宋师姐给拦住了 他打量了一下 一家三口的样子 道 咱们这是过年回家走亲戚的 又不是去投奔的 整得这副模样的不大好 先找个地方洗漱一下吧 好 那先找去客栈 宋师姐将容绝抱了起来 睡得迷糊的容绝 这伙终于清醒过来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朝着四周看了看 娘 我们到了祖父祖母家了吗 已经到了 不过我们现在衣服什么的都脏了 需要换件新衣服 而且都五天没有沐浴了 还是要先准备一下的 宋师姐给容绝整理了下衣服 容绝点点头 的确 我这身上都臭臭的 每次祖父一见我与父亲上门 脸色都不好看 祖父不喜欢你 容绝算是容家的嫡长子 又如此灵秀可爱的 居然还这么不招人喜欢 看来这容家 的确有点问题 嗯 可能祖母对我还好一些 容绝想了想到 可能是因为家里的容战 要比我招人喜欢吧 宋师姐的心底微微一酸 容忆的养父母本来养容忆就是为了要个孩子 后来有了自己亲生的后 自然这一家人对容忆的感情就淡了 甚至于可以说 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容忆没什么感情 既然容忆就不是容家的亲生孩子 那就自然不必再有什么关爱 容家的人把所有的爱都投注给了后面生出来的那对双胞胎 也就是容家如今的那对异性双胞胎兄妹 容忆的身份不但尴尬 而且成为了没人喜欢的那个 当然连带着容忆的妻儿 也跟着显得很多鱼 之前园主对家人并没有什么期待 自然也不会参与过多 也不会考虑太多 可是现在的容忆将他带入了这个身份中 开始参与起了这中间的事情 宋时锦就不得不打起了精神 要来面对这一切了 客栈的消费还不算太高 对于他们这一家三口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得了的 容忆与容爵两个人先洗澡 而宋时锦则是将东西都先给整理了下 他挑了挑眉 思考了下 将自己身上还算值钱的物件都给撤掉 只准备了些朴素的衣物和首饰 容家一家人什么情况 他目前还不清楚 这一切都还只是一个谜 如果不能摸清楚 就不要过多地暴露自己家的情况 容忆与容爵洗完 轮到了宋时锦 宋时锦如今已经是抱着 反正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容忆的心情做事了 这一间的客栈房间 自然是只能容得下一个玉桶洗漱的 所以 容忆与容爵洗澡的时候 他也只能在一旁 尽量背过身子不去看 可他这会儿 要在这父子俩面前脱光了衣服洗澡 这种场面能不尴尬吗 伸头一刀 缩头也得一刀 倒不如大方点 等容忆将水给换好 才一背过身去 宋时锦干脆了点 迅速将衣服给脱了 直接就钻入了玉桶 容忆不过准备点桂花花瓣 准备往玉桶里撒进去的 一转身便好像听到一声扑通的巨响 再一转身 宋时锦就已经面带微笑 坐于玉桶中安静如鸡 容忆顿时语色了 什么法术 能瞬间脱光 又能立刻跳进玉桶 还能镇定如斯 容忆从来都没有现在这种感觉 觉得这天下的女人简直无法描述 容忆 你转过身去 不要偷看 哦 但容忆站在原地 颇有深意地看了眼宋时锦 而后背过身去 对着他扬了扬手里的布巾 那这个呢 拿过来吧 没有这个 他等会儿可怎么擦身子呀 茫茫乱乱 慌慌张张着 宋时锦总算是将自己给洗了下 头发也给洗了个遍 好了 我换好衣服了 只剩下等头发干了 我去窗台那边的梳妆台上坐着 你们父子俩眼睛可以睁开了 宋时锦依稀可以从同情中 看出自己的面容 轮廓和虚影 好像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感 宋时锦微微一正 不是错觉 他在瘦下来之后 虽然现在能有这种气质和风采 原谅他 近期都没有好好地照顾镜子 这圆主浑身的气度 有种说不上来的美感 微胖的那种美更舒适 因为富贵包彻底消失了 天天练习天鹅臂的好处 他修长的脖子已经开始好看了 身子挺拔 坐得直 脖子很正 看起来整个人的气质 不知道比之前提升了多少的层次 宋时锦微微咧了咧嘴 镜子里的女子也跟着动了动 真的是她啊 宋时锦的心情瞬间美了起来 没有谁想让自己永远地丑挫傻 白富美难道不香吗 宋时锦一边拿着布巾擦着头发 一边兴奋不已 在她身后不远处 坐在椅子上的容易 眯着眼睛 看着阳光之下坐着的女子 她端坐着 微微低头 脸镜自照 正在擦头发 阳光笼罩之下的宋时锦 脊背挺直 腰腹紧收 臀部浑远 不知不觉中 她长期的锻炼 虽然没有让她特别的瘦 却让她的身体 有了诱人的曲线 长发微湿 披散在肩背上 有些水字顺着她的脖子往下滑落 渐渐地落入了衣巾内 容易将目光移开 手指微微地一缩 而后紧握成拳 她的眸色中微微闪现出 些许的瘦性的光泽 容易自嘲地想了想 原她自以为高人一等 却原来也无法抵抗 来自温情的诱惑 压下心底蠢蠢欲动的思绪 容诀在一旁翻了个白眼 旁观者的容诀 瞅了一眼自己的爹 爹 容易扭头看向自己的儿子 怎么了 你是不是也饿了 容易有些疑惑 容诀了然着道 当我肚子饿的时候 想起娘做的红烧肉的时候 就会用这样的眼神 一直看着娘 我觉得你也是饿了 容易顿时语色 容诀感叹了下 爷 你大概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吧 苍蝶好轮回 可曾饶过谁 这儿子用句越来越古怪了 这句话都谁叫你的 娘啊 这话娘经常说 我觉得娘是真的很厉害 好多话都特别有道理 容诀的小眼睛里全是崇拜 容诀倾咳了一声 你娘的确厉害 这点爹也承认 容诀重重地点点头 神似凝重 所以爹 你需要好好努力起来 不要让自己落到后面去 不然以后就不可能会有人再喜欢你了 努力 容易皱起了眉头 爹一直在读书 有一日定能考取功名 这没用 能让我多吃一块娘做的红烧肉吗 你这娃 这辈子是跟红烧肉过不去了是吗 宋世锦坐在一旁 听着这俩父子的对话 乐不可知 容诀如今已经成了娘夸夸 对他这个娘亲 简直夸到了极致 就连自己亲爹的地位 都在逐步地靠后 没办法 真相定律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宋世锦越听容诀这小孩说话 就越喜欢 来来来 容诀过来 让娘抱抱 容诀眼睛一亮 对着容易得意的一扬下巴 朝着宋世锦所在的方向冲了过去 容译心中暗道 这小兔崽子 容译表面淡定 内心冷笑 忽然愣住了 我去 说是这小子是兔崽子 那他是什么 兔儿爹 兔儿爷 容译不由地哆嗦了下 浑身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不行 他好像被宋世锦越带越歪了 宋世锦如果知道容译此时的想法 大概会得出一个结论 沙雕 是会传染的 等到宋世锦的头发彻底干了之后 他换上干净的衣服 戴上素性的首饰 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华丽的装扮 却自然有一种清新自然的舒适 年轻的女孩子本就天生丽质 本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装扮的 所以他只要干净整洁就很好了 而容译和容诀父子俩 也换上了一身清新的蓝色 配上黑色的花边 上面的刺绣都是宋世锦亲手给绣的 容译这段时间在家都穿的是旧衣服 并没有穿上宋世锦给做的最近的几件新衣服 这会换上之后才注意到上面的刺绣 他的眸色瞬间一亮 几能这秀技极好 容易看着宋世锦真心地赞赏着道 宋世锦低垂下了眉眼 这是原主该得到的评价 原主的能力几乎要超过了他本身 原主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的一个绝世美女 加上才女 可是这么一个美貌而有才情的女子 却被家族抛弃 孤身未婚先孕嫁过来 她的内心应该是极其痛苦 放任自己成为一个被人厌恶的人 不与外人来往 还被人造谣 说闲话 宋世锦暗自感叹 你看到了吗 你要比其他人想象中美好得多 依照你的才能 也能轻松地得到容易的认可 几年 容易不过只是随便夸了一句宋世锦 却令宋世锦这会儿低下了头 陷入了自己的思考之中 只让她微微地不安 她没有说错话吧 宋世锦抬起头 笑着道 嗯 你喜欢就好 嗯 很喜欢 容易被宋世锦的笑容给闪欢了眼睛 她不由得也跟着她轻笑了起来 娘 我们可以出门了吗 好啊 我们一起去你祖父祖母家 荣家 位于流云镇的中心位置 处于县衙附近的主街道不远处 也是离书院 也不过只有几百米的路程 算是整个镇子上的大户人家了 荣家算是附数的商户人家 当然也有人在县衙里从政 做管文书的书例 就这样也已经够荣家人在外头抬起头来了 荣念生正在逗弄着自家两岁的荣战在玩 忽而有下人急不进来对着荣念生道 二少爷 大少爷带着大少奶奶和绝少爷回来了 荣念生一条眉毛 回来了 大少爷平日里早早的就会回来的 然后在家里头待上几天的 这一次没有按时回来 本来大家就在想着 是不是有什么事给耽搁了 那下人说着 不由的神色中带着点鄙夷 荣念生冷哼了一声 什么大少爷大少奶奶的 本来就不是我爹娘亲生的 不过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儿 若不是当年我荣家给了他一口吃的 他早就死了 现在倒是会占着我荣家的名额 荣念生便是荣义的养父母的亲生儿子了 荣义的养父母在荣义两岁的时候捡到了他 收养他的时候是在春天 当年的年尾就生了荣念生 荣念生起名的意义就是在此处 思念而生 盼望而生 荣念生还有个双胞胎妹妹 起名荣胖儿 这两个孩子的名字 都说明了荣义养父母 对想要孩子的感受 荣念生出生之后 就被荣义的优秀给压制着 他能喜欢荣义才怪呢 不管荣念生做什么 都是不如荣义 长得不如荣义 学业也不如他 聪明也不如他 成绩也不如他 荣念生大概唯一能比得了荣义的地方 也就是跟荣义一样 生了个儿子 当然 他的亲事 可是他父母好好的说亲得来的 那跟荣义那个出去乱搞大了人家千金大小姐的肚子 可不一样 这点令荣念生比较满意 大哥和嫂子来了 就在荣念生发牢骚的时候 荣家的儿媳妇 荣念生的妻子近视 从一旁走了出来 与他一道走出来的还有个妙领的少女 那女孩子甜甜一笑 唇角露出两个漂亮的酒窝 正是荣畔儿 大哥真的回来了吗 荣畔儿的大眼睛一转 眼波流转 他今天晚了点呢 哼 最好年年都别回来 没人欢迎他 荣念生没好气着道 我去接大哥去 荣畔儿完全不把荣念生的吐槽给放在心上 反正二哥从来都这样 他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喜欢大哥 二嫂 二哥不愿意去 那咱们两个一起去 就别理他了 近视的心底也是微微有些好奇 对于荣異那么优秀的人 他嫁进来的时候就知道了 也知道自己丈夫向来对自己大哥心许不平 他第一眼见到荣異的时候 也是很惊艳的 不过他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庄家人 甚至旁人的好都不是自己的 他想出门只是因为好奇 好奇的是那个从未谋面的大嫂宋石锦 荣一和荣爵这俩父子几乎每一年都能见到 但是每年只能看到他们两个 大嫂他可是从来只听其名 没有见过真人 荣畔儿瞧了一眼二嫂近视的模样 二嫂怎么了 害怕见到大嫂啊 近视抿嘴不语 毕竟以前没有见过 是有些陌生的 怕什么呀 放心好了 二嫂 我呀 只跟你亲 说什么大嫂 还不是个没有脸的女子 都不知道她自己什么德行 居然做出那种事情来 她不觉得丢人 我还觉得丢人呢 会婚先欲 丢死人了 肯定是个品行不断的女子 近视没说话 现在这种情况 也不是她来说什么话的时候 毕竟家里头什么话都传得比较快 一个不小心 很有可能原本正常的话 就会让听者有心了 她没有见过人 还是最好少发表一些意见的比较好 他们来了 荣帕尔呼而道 荣帕尔与近视 刚刚走到荣家的大门口 便看到了近门的荣义一家三口 近视远远地看过去一眼 就被这一家三口穿着的类似的衣服 微微惊了下 一瞧就是三口吃家 倒是极其好认 那荣帕尔长得太俊美了 而他身边的小孩子 也遗传了父亲的好看 被荣帕尔拉着手 看起来一大一小的 很是惹眼的俊秀和吸引人的目光 而旁边的那个 穿着同样的布料做出来的衣服的女人 完全不用说 那肯定就是大嫂 宋石锦了 近视有听过关于他这个大嫂的传闻的 大部分的话都不是那么好听 而且有些人说是见到过他 都说他特别胖又丑又黑 整得猙獰到了极点的那种 怎么丑怎么形容 所以近视自心底就没有觉得宋石锦 能给他带来什么惊艳的感觉 可是这会儿真的见到了眼前的女子 她还是被震惊到了 你你是大嫂 你是宋石锦 很显然 近视身边的容盼儿 更仿佛是被打击了一样 这会儿看向眼前的宋石锦 直接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内心了 嗯 正是我 宋石锦倒是一点都不扭捏 大大方方的就认了 容觉在一旁皱起了眉头 小姑 这就是我娘啊 容盼儿惊呼出声 大喊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 明明是脸大如盆 粗壮又肥 长得跟猪一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好看 这根本就不可能 不是容盼儿不相信 而是眼前的这个宋石锦 根本就与她想象中的不同 她的皮肤看起来明明那么好 脸上还没有一点的瑕疵 关键是 她整个人虽然胖了一点 可并不影响到她的气质 身上的衣服和颜色 也搭配着非常的舒服 即使是胖 可是气质出来了 配上了修长的薄镜忽度 脸上又微微地带着笑容 一瞧就特别令人舒服地喜庆 这 这哪里丑了 宋石锦根本就不丑 如果是个胖子的话 他也是个极其好看的胖子 容盼 容盼儿忽而皱起了眉头 容盼儿原本有点张扬的模样 这会儿忽而淡定了下来 他瞬间就不敢再怎么狂妄了 容盼儿虽然好多年不在家了 可是他的形象实在是太正了 平日里给容盼儿的印象 就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读书人 最不喜不礼貌的那种正人君子 容盼儿连忙恢复了正常 大哥 我刚刚只是被惊到了 虽然是有些意外 宋石锦居然长得不丑不爽 还很有气质 可倒也没有影响到 他自己的所有心情 容盼儿笑着走向了容盼 小盼儿 好久不见啊 有没有想姑姑啊 虽然不想 但是我还是有礼貌的 容盼点头 今年的容盼想要多少压醉钱呢 姑姑只要有 就都给你留着 容盼的眼珠子一转 姑姑 你很有钱 容盼儿点点头 对啊 你们过年就要在家住的吧 到时候你来给姑姑拜年 姑姑给你发钱 好 那姑姑记得要多给我一些 我要比容盼的压醉钱多 容盼毫不客气 容盼儿心头一喜 就知道他招人家小孩子喜欢 好好好 乖纸啊 姑姑一定给你比容盼的要多 容盼笑眯眯的弯了弯自己的眼睛 之后便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 近视随后打断了几个人的聊天 大家也别光顾着聊天了 就先进家里头 好好地回去休息 容盼直接开口问道 爹和娘呢 容盼儿不等近视开口回答 直接插嘴道 爹跟娘出门去了 这会儿还没有回来呢 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 隔壁王屠夫家里头在杀猪 说是要给爹娘分一条猪腿 容盼儿说着 眼睛瞟了一眼这一家三口的装扮 愣哼了一声 今天晚上你们有口福了 把猪肉拿回来 你们都能有份 宋世金挑了挑眉 这会儿的容盼儿这副表情 完全就是那么一种瞧不起人的意思 就不必多想他这话是有什么含义了 这分明就是在说着他们家穷 这会儿也完全就吃不起猪肉呗 他倒也不在意 只是笑了笑 容盼儿小心地朝着宋世锦靠近 忽而挑了挑眉 唇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大嫂 你可吃过猪肉 宋世锦职业性假笑 伴着温柔的声音 嗯 大概吃过一点 听说你以前可是宋家千金的 那园外府也是有着大鱼大肉吃的 嗯 没错 是有的吃的 容盼儿闻言轻傲了一声 忽而将目光移到容盼的身上 哦 那你这现在吃不到了 心情应该很不好吧 嫁到我们容家来 应该是吃了比较大的苦的呢 容盼儿的眉头微微皱起 整个人的脸色微微有些不怎么好看了 容爵也跟着有些不怎么高兴了 听听 果然娘是因为家里都穷才会要走的 哼 苦是挺苦的 不过女人不都这样吗 以后小姑娘嫁出去了 也会懂的 只要男人可靠 吃什么哪里重要啊 反正吃什么都甜的呗 容盼儿顿时一噎 他看了一眼一旁站着的容盼 这会儿的脸色 跟着的确忽而不怎么好看了 毕竟 容盼可是真的长得极其好的 能嫁给这样的男人 别说就算是让自己不吃肉了 就算是不吃旁的 也是够了的 容盼原本黑着脸 听到宋世锦这样的话之后 忽而由音转情 看起来多了几分的温柔 目光落到了宋世锦的身上 悄然轻笑 宋世锦也扭头看着容盼 笑了起来 他跟容盼两口子 是分是合 那是自己关起门来的事情 这会儿反正是不能让其他的人看了笑话的 而且旁人也别想在容绝的面前 让这孩子心底生起什么阴影来 说是他们有这种想法 那就别怪他想要撕逼了 莫名吃了一嘴狗粮 近世将容益一家领到了正屋吃茶 宋世锦端坐着 只把自己的人设顶为乖巧听话 只会甜甜微笑的傻媳妇 少说话 少错事 多听多看 才是正道 别人问什么 答什么 不会答了 就来一个羞涩的笑 然后打死都不说 就不露底给其他人看 这才叫有心眼 叫有情商呢